日前参加花莲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公益特应活动继圆梦计划征选比赛 获得首奖2万元的圆梦奖金 林宁教养院的多重障碍院生阿家 25号一早攜手好友启程前往台中 展开三天两夜的圆梦之旅 花莲县议员杨华美也现身加油打气 去年12月举办的2021花莲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公益特应活动继圆梦计划征选比赛 首奖得奖者是来自林明教养院多重障碍院生阿家 获得新台币2万元 并将在228年假的周六一早 启程前往台中 在林明教养院住了15年的阿家 因为身患多重障碍 迟迟没有机会去游乐园玩 并表示很想吃台中的臭豆腐 以前有出去玩比较远程的吗? 没有 没有 对对对 对对对 想要吃什么? 对臭豆腐 臭豆腐 对臭豆腐 她很喜欢吃臭豆腐 因为我之前有问她说 你有没有去台中 有没有想要吃什么 她就跟我说臭豆腐 我说啊花莲就有了 我们还要去那边找臭豆腐 她说对要找臭豆腐 花莲不是也有臭豆腐吗? 没有 没敢换啊 没有敢换啊 那也不会开到花莲来的 所以我们会去找一些是花莲没有的店 然后带她去吃 这样子 督导张又凤表示 能够出门走走 接触新的事物与环境 对身心障碍者很重要 然后要跟家长规划 然后跟她讨论说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吃什么 这个可不可以 那个可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还有车子的宴席 这些事 因为这个车子比较大 跟我们家里的是完全不同 对这些都是我们要挑战的 因为也是第一次 这样带这样子孩子出去 所以还不知道 那个心情其实也很紧张的 所以会不会他们没那么紧张 你们反而比较紧张 应该是我们紧张 他们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 他们说没关系 对我们很有压力在 但他们很开心 对 连续三年办 这个身杖的圆梦计划 然后从身杖营长开始 然后陆陆续续 有听到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希望能够有一种 他梦寐以求 或者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去年有两名 然后有一个是 也是中度脑 然后坐飞行伞滑下来 那今年就得到热烈的回应 当然就没有想到 哼家就拿到最高票数 然后拿到了两万块 那我觉得让我看到的是说 他除了社区 住在社区的生长朋友 其实在机构里面的生长朋友 也是非常需要能够走出去 然后圆他的梦 那我觉得也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 然后让他们很开心 然后想做他们 平常人很容易做 但是他们不太容易做到的事情 阿家的三天两夜圆梦之旅 也邀请他的好友阿燕同行 将有三名教保员陪同 周六起乘驾车前往 除了游乐园逛大卖场夜市 还预计将带两位怨声 品尝花莲吃不到的 依然拉面等美食 一元身心障碍者想旅游的梦想 接着长帮远好临时报道